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样子有观众想说画一下一个水壶 那没有问题 先那这样子我就直接先开始吧 好那这样子一样我这个图一样是没有尺寸的 那图我先放进来 然后这个尺寸你们再自行去调吧 因为反正尺寸嘛在上面这个功能这个命令栏上面嘛 你都可以去选 那我图导进来了第一件事我先去进行一个 呃看一下 我就先那个把平身给画一下吧可以吧 平身的话大概那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正的一个圆 那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去画 好那就这个尺寸大概出来了一下 因为没有一个尺寸那反正就是到时候再看情况再 呃再来说怎么去补数值吧我觉得这个方法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这个大概也是一样就是按照就是形体上面去画吧还是一样 好那这样子那首先画了这样子一条线直线工具 然后刚刚用的这个是曲线工具 那为什么这么画了我们要保证这个地方接的点然后这里是90度 然后呢这里也是要90度那圆角什么的最后再倒 好那还是一样我们就我们暂时的话正常的这个平身厚度是2啊到时候你们看情况去进行个调整 好然后再下来and ok那我们把这个大概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尺寸吧 好那这样子一个线我们完成了我们进行个连接 连接完以后呢它这个有一个凹陷了 因为里面没有看到我就没不画里面我就只画外面 再下来呢就是好像有点厚我这个一看 我们再调过一点吧这个厚度看这个还是有点厚了不过没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这样画好然后是一样这里这样 最后呢我我大概看一下哦这个有点高了好那就有点高那我们就拉低一点吧 大概这样子吧反正就本身这个形体好好然后这时候我们这里这个地方拉一条线过来 然后再按and这样子下来那找到我们的一个焦点再把它拉回来 我们三段都会用旋转这个方式把这个给画出来 再下来下面这个呢就简单了呗下面的这个就是 这样子呗大概 好那这样子一个平生的样子就画好了 那通常呢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我这个平生画好我会确定了这个方案以后 我才会用工程栏卷把里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数字多少再去微调 现在通常都是大概先把这个形等等的东西给它搞清楚了 我们再来说呃做别的 好那这样子这个形我们算是ok了吗 那这个图我们就不要了因为我们要拿数字也拿到了对吧 好呃这个位置我再微调一下可以吧 这个我再调高点吧因为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差别的很大 哦不好意思呃我们让那个键盘上面的一个问题啊 好那一个apps我们打开不好意思 啊这新电脑那个用的还不是很习惯 好那ok吧大概这样子这个形容也差不多好 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这样把这个给剪掉剪切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复制多一条cntl c cntl v 那你这时候看到我会有两条线 两条线呢连接这里再选再连接啊 ok连接一下再下来呢这里哎少了一条线有看到吧 反正就是你这个反正这个线嘛我们到时候都旋转 那你们看一下你里面想怎么画 然后呢里面的一级级比如说我这里想多一个t级 就是一个多一个楼梯级那你到时候再去改 反正画的方法总体平衡我们先这么去画 我试一下能不能那个统一旋转呢 我这个我还没试过 好那这样子一个大大体我们算是ok了 好那一样的大体那能看到 这个图我们先不要了吧 好一个大体那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大体我们都有了 有了有了以后呢我们再去做面拖一下一个别的图 别的样子我们放到我们的优势图 好优势图是这样子那 主okok 这个地方这样子行为问题好那这里就是说需要去切了呗 如果怎么去讲好这样子我们就画一个小的三角大概这样子 我们按照他这个来画好ok那这个三角我们往外推一点 你外脑跟soniverse尽量不要贴边啊 你踩的话就可能多留个一个一mm一厚米给他 然后方便你自己去踩 然后再下来我们这样子我们把这个 呃你你这时候可选双下拉双上啊双下拉伸 也可以不选我这样拉一边然后挪过来都没问题影响不是很大 好那这时候到我们这个销的面算是已经有了 因为我从图上面看应该他就很销 然后再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圆对吧 还有这个小针那这个圆呢是这样子 圆的话看一下我这个尺寸大小我就直接拿这个吧对吧 ok圆的大小这里我们把它拉到这边过来大概放一下 样子数很自行去调整了好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相切点 那相切点要找到我们对对到这根直线了这个点对对上去 我看一下对不对对没有问题你看这里直线对断点 然后呢这时候切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他这里是 顺着过去吗那我们最麻烦其实就这个这个地方吗 那尺寸上面肯定那我们要这样子 这里点一个点然后这里记得一定要水平百分之两百一定要水平不然你切死的时候那个不会很顺 然后这里再这样子这里的话就无所谓了你顺着那个 面再去就ok了好然后这里呢就这样子直接到底那就ok了那这条线我们已经也有了 倒角什么的先不要管他画用vinyl就是用心流去画画的时候嘛 就画模型的时候尽量不要去那个想倒角的问题最最后再做 因为这个方我现在这样画的话你到时候最后还能改这是我比较希望的 好然后这里你看穿出去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想整面给他消 那ok怎么消这里我们保证他是圆的吗那这个好像我们更弯一点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他再稍微调整吧反正还是一样 那个我只要讲方法然后你们去看情况去调整 再下来呢也是一样那我们一条直线拉过来对要超出他 他竟然超出你本身的一个形体这样子布尔加减的时候剪辑的时候嘛 啊比较少出问题那如果这时候你说啊我又哪里出问题没关系你直接重新画 因为如果你把你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了也没有用 因为你解决完以后他还是一样会有新的问题在等你这样子或者是说 好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我们把 middle 中点给打开一下 打开完我选一下我选一下在终点吧这个地方 ok那我们先把他那个 inter文击开了 好然后再下来呢 啊还是还是不行还是要这样子没关系好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地方拉回来一下 好那这样子我们的一些键好像是算是比较齐全了 那这时候我们回来看一下那这个他是差不多这么大 对吧我形体大概差不多按他的因为立体嘛总会有点差别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我们往里面再挪一点那大家看一下 好像是 奇怪了为什么这个这么高好吧 好那一个没有关系我们再玩吧 嗯这样子这个我明显画的太高了这个地方啊 反正也还行没有关系 呃有一个方法可以直接瞬间让他减薄一点的 因为这个厚度明显太高了 我的限高了 我的限高了 难道不是我我我看一下是不是我我限高我们出错 因为刚这个图我就直接按着来画 呃明显应该是我限高输出了没有关系啊 我们把这个总体的 这样子都往下去拉拉到我们觉得合适的一个位置 好那这样子应该挺合适的 这时候我们来个在这个 就上下两个键中间的那个四分点 我们直接拉一个大一点的块 按着去把它横移 这时候这个图我们也是不要了 删掉 然后呢把这样子 盖着 直接把它剪掉 不过剪辑 好那这样子一个圆形我们又有了 啊先让我们储存一下 这每一次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 储存啊 no 啊 打一个e吧 好记得每一次储存 我通常五分有看那个autosave 就是每五分钟自动储存一次 然后趁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这样子 啊把这些多的东西先给隐藏一下 然后呢别忘了你们现稿虽然说很随意啊 但是还是要调整好的 ok and 那这时候再检查一下线值不值值得 ok没有问题 我们再下来 好 好 那这时候我们得再储存一下 我们的大概一个形状就 呃解决了嘛 再下来我们找顶式图 顶式图的话就是 哇塞 需要回来顶式这边 我们把顶式给拉进来 好ok 顶式的话五上面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没有关系我们再玩去 这样去画 还ok 啊上面的这个接口 你看它是平面这样子小一块的嘛 好那就上面的哦这个还有一个曲线 好没问题 那这个我们再往前 样 这时候呢需要一个键 这里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终点可以 大概 我们看到它只图一点嘛 那就按着它只图一点啊 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这个还是说 方法为主啊 那一个要如果是真的说啊我真的很想要数值的话 个人比较建议去学那个sonorous会比较适合一点啊 好 那一个我们这时候ok了 好那这时候有些键我们可以先拿也是样布而剪辑 对我们先把这些键给那个画好一下 那你看到这时候已经是ok了嘛 ok了以后我们再来把那个后面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嘛 那这样子它是上下两个位我们先顺便把这个上下两个位置让我看一下 好可以没问题啊 上下的位置那这里看的话我需要看一下图啊很抱歉 ok上面也是图一点 那这个位置大概是四分之一那我们就这里这样吧 大概这个位置我们去把它画出来 那这个地方也是 好两边也ok了那这时候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给剪掉一下吧 然后这时候看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它这里这个是一个圆柱 那这里会有些小地方就它接的不是很顺 这时候该做什么呢 就这样子 white white 然后这样子 然后再把 对 这样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slot 就是这样子一个形 就是像是有点像是椭圆形 好 ok 这时候继续保存啊 看到没有 fully successfully saved 好 那我们再下来把所有东西一样 我们只留在 刚刚的这个圆轴的这个部分 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模型你看到这里是一个截面的 如果你倒角的时候 怎么讲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形 就是如果有学过proe 或者soniverse的同学肯定知道 就是说 这两套软件出来的形 不管你怎么加减 它自然帮你换算成整体 但vino的话 你需要手动做这一步 那你看到 这样子才叫完整的模型 好 我们再下来 可以了 那像这里这个地方的话 ok 看一下上面这个 我还要回去看一下那个 这个 这个形状 侧面我需要看一下侧面的这个图吧 可以 应该是里面有个东西这样子倒接了 也没有问题了 反正我们这样 转化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子 ctrl c ctrl v 对 完整模型给留着 这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 ok 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复制多一个出来 先黄色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线 一样的像刚刚那个 改那个什么 改那个 呃 错误的模型 改那个地方的话 就 呃 对就是我刚 这块钱不是太高了吗 用那个方法一样来改件 这时候两个同时选上 ctrl c c ctrl v 好 都ok了以后 我们第一个 用博尔键 然后这个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 再来第二个 并集 在所有显示 啊你看 算是完成了 这样子 好 然后这时候呢 呃 先不要急 我们这时候这个地方再这样子 再给它一切 啊 下面这个也出来了 这时候再来上面的这个 拉伸一下 拉伸一下以后呢 我们就 再剪辑 好 顶部我们也是 出来了这样子一个形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 看一下 看一下 okok 看来是不是 有点不是很顺的 这个位置 看一下它这个位置是完全顺的 上面这个也是 是 看一下 好 那没有问题 那我们照这样子 呃 这个是我肯定是我形体上面调整 肯定是有错误了 那没事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进行 两点啊 我用这个 两点说法工具 再来一遍 然后这样子往上再给它加一点 往上再加的时候呢 往上再加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子 给它剪掉 ok 是不是 ok 我们再把它这个 给并集一下 再把这个给剪掉 这样子应该就顺的了 这样子应该就顺了 好像还要在于 对 差不多是这样子 哦 我这个地方我没有勾到 不好意思啊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再拉窄一点啊 反正就是一样根据情况去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需要 呃 因为我都没有备课 我是现在想现在一边做啊 因为时间很有限 那 这里给你蛮多麻烦 反正的 是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嗯 ok 怎么又组合不了吗 fail吗 奇怪 好 嗯哼 可能应该是这个 奇怪了 这时候就是能看到就是一个软件but的问题 那经常反正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你看往外一点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端点反正就是vino的话 总是这样子就是 你这里不管任何点 只要除非是值得像end或者mit 就终点或者端点没有这个问题 但像这种相切点的话 你跟这个的相切点一对它就会出问题很起就是 对vino的落相 好那这时候减啊 我们可以看到了 ok了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只要去给它 倒个角就可以了 那可能我倒个3吧 啊 3好像太大了 1吧 因为我没有数值 所以说有些地方就很起 0.1吗 啊 可以了 0.1挂死 那就0.3 好 好那这时候你看它这个就帮你理顺了 那就是你看这时候就完全是一个顺的面 好 然后再下来了这里值得也是算是完成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尴尬 最好是先倒完角再进行一个并集 那倒角的话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先把 因为正面这个我看不到我就 先不画了 0.3 可以吧 可以 也是一样0.3 也是一样的0.3 这边也是 这里我们给个0.2吧 因为我看这个角好像挺大的 好那这时候看到一个 我们这个线就是千万不要选啊 好那我们只要这个外围看一下 可以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并集 看到了吗就这个 记得前面讲到的就是挪这个位置的时候要连 这边这块一起去挪啊 你看到我就挪 我这边的话就是已经是有点完费了 好可以 middle 可以 继续 好那我们继续再回来这边 然后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并好了吗 并好了这时候再给他一个倒角 我们给一个0.2吧也是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建议大家去转一套soniverse 然后 再来做一个倒角动作 因为vino你千万不要一边做一边倒角 因为它是一个一体成型软件 如果是你这么喜欢玩倒角的话 最好是在soniverse里面玩 好那这样子一个型算是完整 呃完成了 上主要是这样解决就是这几个部分而已 剩下就是倒角的问题嘛 那还有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呃 好那我们开下central 开下central 我们来个小针吧可以吧 小针 那针我就不画这些我就大概画了啊 就回来顶试看一下针在中间 好我们中间也来一颗 可以吗 应该正这个位置是没错了 我来看一下 好那这时候哎我又有新的组件了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键给放过去了 没错就是要这样子 复制然后呢过去 这里 这一根线有时候留着就这么用定位用的 它有时候它是一个为什么这种画法好 它解决了一个就是你vino要修改的一个问题 好那这两个我们都选上 好可以了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我上面的这个顶部 顶部它是这里这样子ok没有问题啊 呃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这样子 那有些地方稍微加点细节吧我们就 好那就是我看一下这个图啊 需要顶部啊 好它是直的哎呦我们非常的旺性 都是一个直的 那这时候一样我们就给它拉高拉低都行 往前一点 但是它保证什么它要在中间 那我们再找 ok那应该在中间 然后这里这样子 嗯 拉前一点 然后这个我们往高处拉 然后这时候还要做什么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我们再往外拉一点 因为你两个键中间接合肯定是有缝隙嘛 拉大一点 ok 然后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讲简单一点了 这个的话啊没有那么钱 我们再往 且尽量不要像我现在这样子透视图那边去拉 很容易出问题先告诉你们 好 嗯 嗯 再下来我们把这个多出来的两个键对一样的挪过去 就是方便你自己修改去用 那当然你说啊有些键我不想 我想留这样子一根线行不行行没有问题 完全看你怎么方便怎么来 重点是方案先确定了我们再来想别的 好那这时候这个也ok了嘛 但是下面这个我们没有那个圆形的嘛对吧 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这样子刚刚不是有流利吗 这时候就很给力了嘛 好然后呢这里这样子 我们不是有这个键吗 我们给它来一个并级吧 呃这个帽子要长一点 并级的这个键 好那就我们两边的键对两边同时都选上啊 一改同时改保认你不会出错 这个画法需要点时间去适应 但是还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是玩那种有机型的话 就不推推建这个画法 但是平常的话如果你画这种比较简单的 就是它是有规律的旋的键 非常推荐 好那这时候好像也ok了嘛对吧 好像ok的时候我们这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先隐藏一下 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能看到的话 然后这里上面的话我稍后去看一下图 上面的话它是一个小东西拿去接 ok 因为有些的话可能需要打开看一下里面结构 像现在这个部分 但是没有的话我们也ok 因为尺寸也不是很准 因为我现在这么看的话好像 呃我尺寸肯定是我这个位置尺寸肯定是有点错误的 啊而且这里 所以跳 照理来说应该是 这个地方是圆的嘛 那我们就 我们一样给它稍微留点缝隙吧 好这个你留不留都行 因为这个就随便拿一个那就 选择性的流地嘛 那就ok 我们储存一下 这时候再来倒个角 呃0.2 0.3都行吧 你看情况呗 反正不影响你转那就ok了 这里这个地方有点不是 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 这个地方嘛应该我们去抽一个壳的 比如说我们抽个0.1吧 这两个地方都给它选上 因为里面看不到我就不太 啊0.1还是太大了 抽壳的话就0.01吧 反正这个壁后要有那个 啊0.1 太那个0.03吧 ok那 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文件现在就不是实体了 它会有一个非常弹腾的一个问题 好那这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抽壳了嘛 那我们这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0.1的厚度机 基础上面那 我们这里需要再把它给穿一个口 呃这里穿一个口 ok 那就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看到我有画这样子一个键 那它是跟这个这个键 就是中间的这个主要轴 它是一个平行平行的 然后这个有点长了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剪到我们这边看 我怕它有点我再把它去调整一下 这个工具 好 scale 当然了如果最好是学英文版的 这样子你打命令栏的时候嘛 你可以直接在命栏上面去输入 那你这样子的话其实效率会比按图标低 但是你学新的软件的时候嘛 你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些命令 像cd什么 你都可以统一这个命令 你直接输就ok了 好那这时候你看到有条缝 那我们模型大概画的方式就这样子 那像这些地方 呃 偷壳的时候你偷小心一点 像有一些不会那么那么薄 这个有点太薄了 肯定是 1.5到2毫米以上 而且这种材料通常是 黎龙加波纤 像这个黑色的话下面应该是 那个金 金属键嘛 但是不确定里面是应该是不锈钢键 然后再加一个喷粉工艺 上面是那个玻璃纤维加那个黎龙 好这时候我们还做什么 save 储存 好储存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算是画完了 因为正面我也看不到 那就先这样 然后这时候其实就是 我不知道它里面这个怎么整了 反正就是你要在里面的 这个块上面去加一个 像在这个地方给它加一点细节 啊 那像这个地方你给它 补一补当不会那么高了 肯定是在第一点 那如果有里面的键的话 那效果肯定会更好 那这个的话主要是讲外观的一个建模方法 因为你不然你这个键它肯定是跟这个是一体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知道了 那它肯定这里这样子 然后口 这个也是一个盖建嘛 里面中间应该还有三次层东西的 就比如说里面的一个密封圈 还有那个吸管 那但是那个没有的话我不敢乱化 呃乱化 那现在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地方我就不确定它是往上推 那或者往下拉 然后这个弹出来 还是说我往前按 然后再弹出来 往前按 那这里要开个口 有个勾 把上面的勾给勾住 推的话 那就一样到底嘛 口 勾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嘛 好 那就是大概就这样子了 好 那个水葫芦就画到这样子 啊还有 忘了一个是上面的这个 倒角 对吧 上面的这个倒角 好 貌似是 貌似是缺了个倒角 没问题 我们这样给它画上去 这个的话 呃 但缺了这个倒角有个问题 我已经 那个怎么讲呢 我已经是那个 放过就是已经抽完课了 我刚刚忘了这个倒角 不好意思 那你这时候再给它剪 肯定会破免 能看到吗 这是里面的那个 但倒角的话 你这这么去选 那就ok了 基本上就这样子 好 那视频大概这样子 把这个跳回去前面的 那就没问题了 那就 视频就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 这样给我留言 那就 辛苦大家了 谢谢观看 再见